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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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老板比任何NBA的星探都有眼光 这女老板注册林书豪的姓名商标还不是在今年呢 去年这个女老板在看比赛的时候 这个女老板姓鱼啊 鱼美人的那个鱼 鱼美人在看比赛的时候就看出来林书豪 非池中物 是未来非池中物 不是那鲤鱼 是鲤鱼能跳龙门的鲤鱼 所以他就去注册了林书豪 我还以为你说那个人呢 是厂上所有的人都住一遍呢 他这样不就全不漏了吗 这种情况很多 对不对 上海人呢 不是上海人 现在中国很多这种企业 你知道现在很多企业 比如说外资的 台资的 港资的 或者是有大陆内地 我们自己有些老板要注册什么的 就发现名字都给人注了 要去买 因为现在就有这么一些公司 他不干别的 他的实业就在于赶快抢住 一切他想得到的 广众博说 你不知道有一个 香港有篇小说 是中大的原来方译中心的 一个教授写的 讲后花园政经 那个小说是这样讲的 讲后花园小姐 跟一个上经考试的 一个年轻人约会 约会了以后呢 跟他这个云语恩爱 然后呢 临走的时候送了他钱 那么这样的小说 看上去好像很普通吧 对不对 直到最后 才出现了这个小说的新意了 等他那个男的走了以后 他的那个丫鬟呢 就拿出一个名册 他说小姐啊 这已经是第八十几个了 你这次送了多少 记好啊 他叫什么名字 哪里乡人 总有一个会中的吧 真的中了 真的有 真的 最近还有一个 就是很闹得很大的这个新闻吗 就是那个围冠 嗯 知道吗 深圳围冠 诉这个ipad 苹果 他们一下 有人说 苹果上那一口啊 就是围冠咬的 就是哎 当然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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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子在法律程序当中 我们不便表示任何看法 但是呢 他掀起的是在很多城市 这个ipad啊 随着法院的这个判决啊 一会上架 一会下架 一会说禁售 不准卖就赶快下架 一会又说解除禁令 哗一下 又上 对 这个官司在打的过程中 我们不裁判 谁跟谁讲 但是呢 我注意到的是中国的这个网友啊 很有意思 按说这事 撞我国威了 这不是不是你们美国老告我们山寨 现在我们中国也告一个你们侵权 可是我怎么见微博上 他们老在说碰词呢 你知道什么叫碰词吗 我知道 你知道什么叫碰词吗 我知道 就是一个穷人去撞一个有钱的车 这个要 但这个有点冤枉 其实维冠啊 倒不是广众博收 他原来这个名字 他原来都有 缩写就是ipad 对 他这个就是什么 我不知道他英文缩写 他是一个 他算是巧了 巧了 其实是 是苹果撞他的 我有觉得是 是苹果撞他 但是苹果呢 一早就发现他这个名字 跟他从了以后呢 他们用了很便宜的价钱 到台湾的一家这个代理 就那家公司的台湾的分公司 把他买下来了 他现在诉的是台湾那个分公司 不能买大陆的他的权利 你明白吧 他那个 他那个ipad 比ipad早 他都不是碰瓷 他是你 你这个老头老站在那里了 你这个跪车来撞我 而且他那个ipad 原来指的是一个坐台电脑 以后咱们建议 这个科技天才们 再发明什么东西 干脆就叫枪枪三人行 好吧 那我们就去 你不收钱 我们不收钱 我们不收钱 对对对 爱用拿去 但我觉得现在中国 已经变成一个什么情况 刚刚讲名字 我开始觉得 我现在面临的是 从小到大接受的各种教育 都在被颠覆的状态 比如说我们从小到大 接受的教育 说你要对你的名字负责任 然后我们做媒体的人 讲究的是对自己的言论负责任 要有言则 可是现在呢 就关于这个名字的事 让你觉得 你越来越难对自己负责任 怎么讲 因为那个自己不是自己 比如说我今天上午来之前 才有个朋友打电话给我 说在微博上看到 有一个叫做HK梁文道的人 发很多敏感言论照片 说你真猛 我说现在好像有人盯着你了 我说有这事 他说怎么了 你文道你勇敢了 我说我没那么勇敢 然后我说搞了半天才发现的不是我 然后后来有时候 我最近也发现有记者来访问 说你最近说了什么话 我说那我什么时候讲的这话 然后又或者说你节目中是说过了什么话 但前前后后的都不见了 剩下一句嘛 你微博只有一百四十个字嘛 那终于到了一个地步 我发现我们现在每一个人的言论 跟名字全部都分离掉 你的名字是很容易到处漂浮 没错 然后到处被用 但是人家还是来追究你 所以啊 这也不是说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就像一张破碎的脸 现在不是某年某月 而是每天每月每一天 都是一张破碎的脸 就是人的这个面孔啊 是破碎 多多个侧面的 对吧 你不信你看在照片上 咱们就能看到这么一些侧面 你看他们说这个公司用的 你说哎 这玩意儿 你说是乔丹吗 哎 乔丹 你说是也行 你说不是也行 他用了个影子啊 你这侵权不侵权啊 你再看下边 你看 这个是这乔丹体育的门店啊 你注意到没有 你说你一看 就是乔丹吧 可是你人家较真 你认清点 那个黑人兄弟 他不是乔丹 他是另一个黑人兄弟 你知道吗 那你说乔丹是侵权不侵权呢 你还有 他们说啊 在NBA球赛不是做广告吗 嗯 中国这个非常像阿迪达斯的这个牌子 比我 你说 对 人家已经上了呃 国际比赛的赛场了 这个广告 都已经 啊 这个就是转了几道转折了 都已经 你想想 不过我觉得 其实我们还是用常语可以判断 有时候在法庭上 从你之后 你比如说 你当然叫真钱 你说那个乔丹 他不叫Jordan 对不对 他叫乔丹 嗯 然后呢 你也可以计较 香港还叫佐敦呢 对啊 香港叫佐敦 各种逆法都有嘛 可是问题是 我们可以从常语判断 就是任何一个正常人 他走进这么一个店铺 叫乔丹体育 看到一个黑人 磨磨糊样的运球 你是第一个联想到的乔丹 就是那个乔丹 是不是 这就等于 如果今天有一个广告出来 是一个大胡子 白头发的一个大胡子 一个一个老外 叼着个烟斗 然后后面写着 不叫爱因斯坦 叫爱爱斯坦 嗯 你也是马上想起来是那个吧 所以这种让你想到什么 这当然很难仔细辨析啊 但是一个常理嘛 这是一个 但在中国呢 这个有一个麻烦 因为我法律不懂啊 但是我感觉中国的法律 好像跟美国 他们有点不一样 跟美国英国 他们特别注重案例 对不对 中国好像是 判例 就是海洋系 中国好像是注重条文的 所以中国目前的情况 那个iPad的例子是 我知道惠州是禁止他 上海就就判苹果营 惠州每个地方啊 各管各派 各管各派 咱们咱们地方 所以这个 这个别的地方啊 一个判例就是非常重要的 你一判下来就巨大影响 咱们这个小地方 大家都发挥自己的精神 那么也许也搭一下 私人飞机啊 坐下游艇啊 这个当地有租个楼啊 这个法官也许也租个楼啊 之类的 所以每个地方判的都不一样 像那个 像那个 你要你怎么判 就不是 就很有名的 那个就谢霆锋 他不是谢霆锋那啥字 他是指谢的那个药 谢霆锋 这玩意子 当然人谢霆锋 也没告解谢霆锋 枪枪三言行 广告之后见 刏九孟方 配桃花春雪 彩虹极之水 为乱九季 年份断交 已僅供久 科技是品质的源泉 责任是品质保证 品质改变世界 三一中工 这个名字真是太重要了 要不说现在就是 不管是学者专家艺术家 都是出名啊 就是这个 你像这个现在抢注名人风潮的 是现在中国一个狂潮 就是那个非常英明的那个余美人 就是去年就住了那个林书豪的 他就你知道 他现在住林书豪 包括一下子28个体育服饰的什么种类 林书豪的这个中文的这个名字 属于他了 他就说呀 他说现在在国内 我们这些做生意啊 你没有一个名字 很难有利润 以后以后建立一种新的法 要实名认证 所以你不叫林书豪 不能注册林书豪 很简单了吧 如果名字 个人的名字的话 拿身份证来注册 你否则你别人凭空 把我徐子东注册去 这算什么 凭什么全国至少有100万个 叫徐子东的 没没没 徐子东没几个 你的名字重复的 那是那是你们自己啊 但是我也建国啊 张为民啊 我可以说 我这个林书豪不是人民啊 对不对 我这三个 我觉得放起来特别美的字 对不对 对 他不一定是人民啊 所以中国人 聪明你知道吗 你们有没有查过 也许我们的名字都早就被注册了 啊 有吗 应该有的 尤其像你的名字 应该恐怕早就被注册了 那真对不起了 这今天没产生什么商业价值 哈哈哈哈 那又有演过 慢慢来嘛 我见过一个书 也是武侠小说 上面写的 金庸柱 哦 对 我小时候也见过 原来这个人的笔名叫姓金 名字叫庸柱 我小时候还见过 我小时候还见过 那个金庸嘛 他那个庸还是金字边的那个庸 那跟那个庸记的 那个 这还真是香港有个 这个饭店叫庸记嘛 我一直以为是金庸开的 那他就是金字边一个庸 金庸饭店 金庸记饭店 是吧 对啊 说起来你记不记得有一回 我好像跟你们讲过没有 就有一回 你知道我现在不是邀风小王子吗 邀风小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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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 不 拿来多收收多少利益 没错 做钱 一抹钱 游艇做过钱 游艇做过没有 游艇做过 游艇做过 对对 但不是为了写书邀啊 但是问题是他很多这些呢 他们 我从来都不知道书什么书 然后也见都没见过 我就在书店 看到后头邀风 就有我名字了 然后还写了我的亲情推荐啊 什么的 那有一回啊 其实太多了 我忍不住 这次盗用版权了吗 对 有一回我忍不住 我真的找了那本书 看到后头有个出版社的电话 我打电话去问 我打电话去问 后来转折了一下 他们说 我给你找回 梁老师 我给你找回那个书的负责编辑啊 我那编辑听 说 哎呀 梁老师好名信啊 怎么样 很喜欢看你的东西啊 我说 是这样 我看到有本书是你编的 这书是什么书 我见都没见过 作者我不认识 整个过程我不知道 但上头那个书邀写了 我推荐 因为你是邀风小王子 他说 梁老师 我们都很尊重你 但是呢 你总不能以为 全中国就你一个梁文道 哈哈哈哈 说的好 我知道是这个 说的好 说的好 是你 我什么也没办法 你知道 我就愣住了 没错 没错 是我不对了 于是我说 道歉 道歉不好意思 打搅 在北京有个叫窦文涛的老人 曾经给我写过一封信 完全撒字 跟我一模一样 他说 他在北京查了 他说 我在北京 这么一千多万人口当中 只有我跟你 完全同名 同姓 哎 就这么神 你说这个东西 我的一切 也是属于他的 哈哈 不一定 这哎 我跟你讲文道 这个事吧 我就说啊 就是咱们这个 这个这个国家呀 他整个在权利意识啊 版权资产 这个这个整体共识上 哎 那天咱们讲什么公道自在人心 我不还说吗 我这个公道不见得是绝对的正义 不等于真理 但是公道指的是一个地区 一个民族 大多数人 一种感觉 我们这方面呢 你看你像你爱讲常识 说实在 美国人在版权上面的常识 和中国人在版权方面的常识 可是完全 不一会 我给你讲什么 你看我前几天 看这个这个奥斯卡颁奖礼 我在深圳通过这个有线电视 呃 这个看这个香港的明珠台 放这个东西 所以我是要很感谢有关部门很开明 能让我们深圳人民也能看到香港的电视台 所以说呢 有些时候呢 呃 这个有些不适合大陆的这个内容 那么在深圳看呢 就被打上了公益广告啊 或者到后来很聪明 拿这个凤凰卫视的完全时差手册 盖住了凤凰卫视的文化潘 这个我都理解 因为咱们是在中国 对吧 而那么再有就是 把人家香港电视台的这个广告时段 给遮住 然后呢 放上自己拉的广告 对吧 这个我们也能理解 因为在中国 可是我就说 你放自己的广告 人家那个奥斯卡颁奖礼都播了 人家正经节目都播了 你那广告都没放完呢 你这个就有点 你知道吗 太过分了 这个底线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即便这么弄啊 但是 道义有道 咱赚钱 咱赚得精细点 你不就 你 你人家那个正经节目放的时候 你赶快停 这个是能做得到的 您的意思就是说 有一个人过来抢你的钱 你说抢就抢吧 别讲太多 还给我留点路费 不是 身份证留下 是吧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商家之间的这个利益啊 还是你们之间的问题 你们去闹你们的 可是你知道 就像 就像中国曾经有一个是网络公司吗 不是到最后国家有关部门都批评了吗 你们两家的竞争 你去伤害这个消费者的权益了 你们已经出了线了 你知道吗 现在问题是这样 就我觉得 就像你刚才讲的公道也好 或者我平常爱讲的常识也好 我倒不觉得是我们的公道的水平也好 常识水平要比人家低或者是怎么样 我觉得我们今天真正的问题是在于 我们几乎甚至谈不上有一个关于什么叫做公道的一个共识 我们这个社会的这个道德水平不是特别低 而是特别乱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你讲到这个这种 我们刚才说盗用人家名字这个问题啊 乔丹牌或者怎么样 也许很多的本能反应会觉得这是不对的 这是不好的 又比如说如果有人拿了我的名字推荐邀风 那也许别的地方会想一想说这么做好像不太恰当 不太合适 但我现在发现的情况是什么 在中国越来越多人觉得干了这事还很理直气壮 他还觉得没有问题就像那个回我电话那个编辑 他那个态度是他不是道歉 他是跟你说而且他是想都不想我觉得他也会很意外 我打电话去但我没想到反应那么快 你以为就你一个叫梁文道吗 这说明什么呢 就是他也许真的觉得自己对 今天我越来越相信中国的情况是 很多我们过去认为不可接受的 不合理的 不合道德的 也的确越来越多人觉得这没什么不对 这等于很多人觉得你当官嘛 拿一点点 不要多别过分 对不对 这有什么不好呢 这也成了公道了 公道不公道 只有天知道 或者文道指的 相向三远行广告之后见 一览独一遇 一跃千米 在环球事业下 明察秋毫 在时空穿梭中紧扣关键 集中关注 补充观点 融合全媒体 全世界焦点资讯 无限共享 2012凤凰卫视强档云信息直播节目 天地一望 凤凰焦点关注 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安台 隔离变频技术 荣获国家科技进一步奖 最低功率只需四十五瓦 让节能舒适 一路领先 隔离掌握核心科技 有时候我们真是很是气愤的 我觉得是什么 就说一个人真是靠名字 就可以上多少亿的这个钱呢 你说是真的 这个真的叫靠名字吗 乔丹在成为一个名字之前 首先是一个世界上最优秀的篮球天才 这不只是名字 这个名字是透过别的东西换回来 当然也有些人 因为有个讲法说 为什么这个人出名 就是说因为他出名 有这种人对不对 说他出名就是因为他出名 但真正大部分我们知道的名人 都是因为有别的东西 让他成为名人 尤其是乔丹 美国人不叫他乔丹 就MG MG 对不对 MG 就Michael Jordan Michael Jordan的简形 那Michael Jackson呢 也是MG 对对对 都是MG 但是他们不那么叫 Michael Jackson 他们就叫他Michael Michael 一般就叫Michael Michael Jackson 那么问题是 中国好像 他的确投资了有一个鞋场 是叫乔丹 是他自己来投资 其实就是Mikey那个项目 是跟他合作的 一向每一代 每一代出那个Air Jordan 那个新鞋 还不但是 我记得好像 是他投资 不是有过一个什么牌子的 因为我记得他也人来过 在东莞什么地方有个厂 是用他的形象 在中国生产 卖的并不好 对 卖的并不好 所以那个 不如这个乔丹体育卖的 所以 长回来我们讲 这个共识 这个很重要 就是你 我 你们要没有打这个官司 我也以为这个乔丹体育 是他投资 我也以为是 所以像这种案件呢 我觉得 是的确应该保护这个知识产权 比较清楚 比维冠那个iPad 这个碰瓷撞车 是要比较更加清楚的 那就是事情 你说这以后这人呢 都得多个心眼 你现在不仅有那个一夜成鸣的吗 一炮而红的吗 一红了第二天一早就赶快去工商局 那已经晚了 已经晚 你做的红自己 做的红自己 而且我觉得 你一炮之前他还没红 这我觉得你说法很怪 说现在 那我们不都得多带个心眼 难道在中国 谁不带多个心眼 我们在中国 人人都有好几个心眼 要不够用 是吗 你不知道了吗 在中国活着 你就是要有很多个 很奇怪的心眼 但不是这方面的心眼 中国活着的这个心眼 我觉得是 另一方面 琢磨人的那种心眼 但将来这个也会多 将来关于民主 因为现在 越来越容易 我们的身份 我们各方面都容易被窃取 不只是名人 我觉得有时候 跟很多年轻人聊这个 他们说 这是一些名人才关系的问题 说你名字被盗用 或者你隐私被狗仔追 不是这样 将来是所有人的身份 都会有问题的 你说的对 因为比如说我要去偷东西 我要抢东西 我用你的名字 你说的对 对不对 尤其电子犯罪 你怎么办 现在就是这个问题 对 中国人没有对隐私的尊重了 几个亿的人的 那个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远文明启示度 是有卖的 我们的恍然不是 那 感谢观看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